我不买房,不买包,不买奢侈品 除了基本的食物,日用品,旅行的开销 我也很少买衣服化妆品 从毕业以来呢 我的年收入维持在20万到30万之间 但是我每年都没有余额 钱去哪了呢 答案就是都交了我的保险 我已经交了8年了 每年交差不多8万人民币 还有两年就要交满了 这是一份医疗加储蓄的保险 主要是为了防止以后因病治穷 也为了以后不必为了生存而过度劳累 我是在2016年去香港旅行的时候 第一次接触到了保险 当时呢不太懂 后来在香港做记者的时候才发现 原来大陆、香港还有国外的富人 喜欢买一大堆的保险 什么高端医疗险、分红险、兽险 把疾病和变故的风险降到最低 还要做财富的传承 对比我身边的很多亲戚啊 没什么文化 生了大病呢就变卖所有的家产 所有的积蓄在临终的时候花的金光 还欠债 几代人的生活质量就被迫下降了 一辈子过得那么辛苦 最后啥也没有 真的非常茫然 这么一对比我就意识到啊 我们谁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没有人能保证自己和家人 一辈子都一帆风顺 没有疾病、没有意外 越是普通人才越需要保障 因为对比富人 我们抗风险的能力更低 那时候我还是学生 对保险我也不太懂 家长给我在香港买了一份带分红的高端医疗险 终身有效 如果发生什么重大疾病 可以在亚洲地区接受更好的治疗 不需要自己先垫付钱 保险公司呢直接付给医院 可以覆盖私家病房的费用 私家看护的费用 每年理赔的额度呢最高是1000万港币 但是保费确实有点高 每年要交1万多美金的保费 10年交完 这笔钱呢也等于储蓄 保单的利益在5%到7%之间 它的价值到第23年翻倍 到我65岁的时候预计达到52万美金 相当于翻了5倍 也就在那几年呢 天有不测风云 我家在温州信贷危机的背景下 几百万的积蓄荡然无存 一朝回到了解放前 我还挺庆幸当时买了这个保单 起码未来的生活会有一点保障 我从2019年开始工作之后 每年的收入啊 除了用于最基本的吃喝拉撒 基本上全都拿来交了保单 还有两年就能交完了 我不求什么大富大贵 但是万一我生大病或者出意外了 我不希望全家陷入狼狈崩溃的境地 起码不用为医药费操心 不会因病治平 另外呢保单的利益也比目前的通货膨胀高不少 到中年的时候啊 我也不至于被生存压得喘不过气 考虑到香港的保险理赔没有那么方便 后来我回到大陆生活之后呢 也有帮自己和家人买大陆的医疗险重疾险 一年花个几千块钱 也不影响当下的生活质量 万一出事了可以很快地用上 没出事呢那最好了花小钱买心安嘛 可能有的朋友会说 咱们有社保不就行了吗 咱们大家知道 我们国家的社保还在不断地升级完善中 目前医保的覆盖项目和额度还是很有限的 有些先进的治疗技术和药品的医保是不给报销的 还有挺多的疑难疾病啊 急性的疾病的ICU抢救和住院手术费是十万起步的 多次治疗和后续的康复的费用呢可能要达到百万 所以光靠医保大概率是不够的 普通人因病治疇的概率还是挺高的 一辈子辛辛苦苦的去挣钱 有可能自己没享受到最后全送给医院了 而且可能这笔存款还不够治病的 所以商业保险还是有必要的 用来减小风险替我们做一些经济兜底 具体的产品呢我不做推荐啊 每个人的职业啊经济状况啊需求都不一样 所以匹配的产品啊闲种责任也不一样 我是不建议小白就靠自己去买保险的 商业保险条款太复杂了 对专业度要求比较高 大家可以像我这样找一个保险顾问 去甄别产品然后辅助投保和理赔 我目前的保险顾问呢 是在国内的小雨伞保险经济平台上找到的 他是一个银保间批准的互联网保险经济平台 在法律上呢 他代表了投保人的利益 为你客观评估市面上不同的产品 帮你定制方案 协助你完成投保 以及后续的理赔报销 不属于任何一家保险公司 只是为你服务 所以相对中立客观 对接我的是一位素质很高的从业8年的顾问姐姐 在了解了我的情况和预算之后呢 他建议我给自己和爱人配置大陆的重疾险和意外险 还帮我找了很多款性价比高的产品 在电话里呢 他把每一个条款都给我解释了一遍 覆盖哪些疾病 哪些药品 不同类型的疾病的理赔报销比例是多少 理赔需要哪些流程 讲得非常清楚 聊了两个多小时 全程耐心又专业 我记了10多页的笔记真的收获很大 最后提醒大家呢 每个人的经济情况不同 一般来说呢 每年健康险的支出最好不超过 个人或家庭年收入的10% 有条件的话 可以考虑一下高端医疗险 保额更高 能理赔的治疗方案更多 看病不需要自己垫付 甚至可以出国就医 如果是储蓄养老型的保险呢 根据自己的收入水平 量力而行 人生呢 挺无常的 而保险呢 就像一把保护伞 在风雨来临的时候 为我们遮挡 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多一份保障呢 少一份担忧 最后 祝大家身体健康 每天开心 感谢观看